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法国《20分钟报称》,贝纳拉目前已被警方拘留。2018年5月1日,马克龙的私人保镖贝纳拉、Alexander Binada被网友拍下后带警察头盔殴打示威者的视频。这一视频批发到推特,网友认出其不是警察,而是马克龙的保镖。 爱丽社公方面,于5月份对此事进行暗中处理,贝纳拉被停职15天后复职。当时的打人视频目前在推特上已有16万观看量时隔两个月。 7月18日,世界报率先披露了这起暴力事件,并公开了马克龙办公室。 5月3日,对贝纳拉的处理通知,网友纷纷表达不满,事件持续升温。 19日国民议会上,梅朗雄连连发问,法国国民议会于当地时间19日下午召开紧急会议。 总统爱德华菲利普发言,力挺警察部队,其讲话遭反对派议员呛声,即左翼政党不屈法兰西的党魁,让吕克梅朗雄建议议员,对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,以想破旗做出警示,而最开始拍下这段总统保镖打人视频的人,恰好是一名不屈法兰西党的成员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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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